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小姐被杀 会不会是一个偶然事件啊 我看不像是偶然 作案方法跟马端被杀是一样的 依我看啊 干脆把那个小米拉过来再审一次 给他增加点压力 他也就招了 对 告诉他 公安局也不能天天保护他 不用每天剃刀压在他脖子上 看他后悔不后悔 事情到这儿了 我没什么可说的 两案并一案 查 李队 那先前说好那件事 照做 节奏得咱们自己掌握 走 走 李队 这是我跟你说过的 黄军 叫我们李队长 怎么样 打听好了吗 听说有人要出手一批青梅醋 卖腰的叫什么 不知道 你帮我们跟卖青梅醋的联系一下 我 具体的事 天明跟你说 天明 你安排一下 好嘞 不让他安全 对 帮你走吧 队长 我能不能 你卖过假药吧 啊 确得不确得 现在让你积点得 这不是好事啊 怎么着 害怕了吧 有的 这世界上 有了害怕 就有了规矩 那犯罪分子都知道害怕 我们就都失业了 是不是 想尽一切办法 联系上那个人 你就说他这批要 我全都要了 价钱你先答案他 那我试试 不是是 是一定 记住了 永远不要跟警察讲条件 啊 自个儿小心点 别让他们看出来 跟我们保持联络 这都懂吗 懂 小美那边情况怎么样 没有 白龙光家那边 我已经联系好了 什么时候去 安排好枪剑的特情 等我就去 如果是白龙光的家人 找马敦报仇 这次应该能看出个眉目来 队长 小姐被杀的案子破了 破了 是派出所破的案 杀人的是一盲流 被杀的小姐是她老婆 她发现她老婆在客厅里 跟客人勾勾搭搭 就说这老婆不能要了 在路上便下了手 她对犯罪事实供人不讳 她用的什么凶器啊 一把剃骨刀 就那种杀猪用的 接 所长你对他们过来了 哎 哎呦 坐日不见近日可好啊 欢迎欢迎欢迎 有派出啊 我介绍一下 幸福的消息 您好 领导就是领导 连问候人都是领导派出啊 走去水库看看 钓钓鱼 就当给你接风了 免了吧 先办案子吧 白红光查着没有 查着了 白红光还健在 刚刚出去不久 前两摊回了一趟 后来又出不去了 白红光还活着 活着活着 你怎么称呼啊 叫我老庞吧 老庞 当年这案子是您办的吧 对 白红光呢 当时是我亲自去抓的 他迟早抢劫了一会儿 倒麻将的人 一共有十三万元的剧款 案子结了吗 当时算是结了 不过我们一直怀疑他有同伙 被抢的人也说他有同伙 可是白红光一直不说 钱追回来没有 白红光说他钱都花了 当时呢正在严打期间 判了十五年 案子呢结的比较快 当时是有人举报 对我们是接到一个电话 可是呢一直没有找到举报人 你们就没怀疑过这个举报人 我们也怀疑过 因为白红光的整个作案经历 他太熟悉了 白红光一个人全扛了 所以呢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看来咱们得去趟监狱 好 好那我们先走了啊 谢谢啊 不客气 白红光九二年进来 他发的是抢劫伤人案 这是他的案件记录 这个人三个月前已经出去了 他在狱中打过架吗 没有 他的人缘很好 还经常给人家里发呢 他有没有玩剃刀的习惯 就是刮胡子用的那种剃头刀 犯人在监狱里是绝对不容许使用剃刀的 他只能用腿子 剪刀都不让动 他之前就回来过一次啊 他回来一次 拿点钱就走了 什么 我怎么估计 他帮你工作 不还要去 你得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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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儿子跟您比谁手艺好 儿子跟爹学的 您说谁的手艺好 乡里乡亲的 石村拔店的 你打哪听 要替我大号不让人知道 要替我替头的老白头 谁都知道 那年他就一家老五死了 那头难替 我去了一会儿都收拾出来的 那可是死人头上动刀子 我只用了一把刀子 连推子我都没用 以后我替头找您 你找白文光吧 因为我老眼神看不见了 恐怕听了你的耳朵 大爷 姑娘 你叫我大爷 我耐听 那他回家来给您说了点什么 说什么来着 说什么来着 对啊 他说没说过什么人 说没说过十年前的案子 他什么也没说 您再好好想想 他说要什么东西 我问他什么东西 他说属于桂花那的东西 还说有个姓马的不仗意 当年一句话把他点了 进了局子还黑了他的钱 他的事了我也管不了 我也不问 这个白文光没死 可以说案子就是他做的 小米说马端杀了白文光 那怎么解释 这办法牛都吹大了 说自己身后有人命案 就好像高尸一等 不管他说什么 现在他的命没了 咱们回局里 这个案子快到头了 行 我听你安排 怎么啦 怎么了 做事做的吧 走路有点不舒服 现在案子的关键是小米 马特兰电话记录上 有从股萍打开的电话 死之前又去银行取过钱 接着去铁路大口去见人 这段时间 小米一直跟他混在一起 你看 是不是应该查一下 他的银行账户 我也这么想 你去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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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天天看见了 别让他玩个人英雄主义 李队 我能那么不冷静吗 准备好了去出发 要是张学范的话 你们要小心 他手里有枪 他那是运动步枪 而我们是知识枪剑 标准的六四十 哎 怎么回事啊 不说好一点半吗 这都一点深刻了 打电话再连一下 不会让人给耍了吧 不会不会 是他吗 是他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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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完以后把电话挂了 喂 李队 李队怎么回事啊 哥儿里都等你半天了 你他妈这生意还做不做了你 你真他妈混蛋你 队长 他还会打过来 接 喂 你他妈跟谁说话呢 别忘了你是谁 是不是不想活了 跟他说 我没耐心了 十分钟他再不出现 或我不要了 他爱卖谁卖谁去 我们上家说了 十分钟你要不出现 或人就不要了 你爱他妈卖谁卖谁 妈的 跟你们上家说换个地方 什么 换个地方 东街东北饺子馆 东街东北饺子馆 走 我们上家说了 下不为例 你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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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动 别动 好 plaintiff 你吓死我了你 能不能换个人来陪陪他 我都快闷死了 他哪 在里头呢 把枪出来 快点 快点 干嘛呀 烦死了 他都快变成神经病了 老说有人要杀他 问他别的吧什么都不说 叶子 怎么了 可能有毒 可能有毒 怎么回事啊 一定会有人在背着下毒的 你别一声音鬼的好不好 会有人在背着下毒的 他怎么吓成这样呢 你别吵了 我也不知道 我刚才跟他说 他们这个歌厅有个小姐 被割喉咙 他就成这样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什么 就是他干的 他不会放过我的 他不会放过我的 他是谁啊 我不知道 没有 没有 你正常一点行不行啊 我都被你弄疯了 查一下位置 来 退一下时间 过来 快过来 喂 把钱交出来 我 什么钱呀 我不知道呀 少庄 你不要命 我 你少跟我拖十年 我知道警察在你旁边 想查我地址是不是 没门 你把钱藏哪儿了 说 不交出来我绝不放过你 老子在大牢里挨了十年 十年后老子能来交钱 你想想 你能把钱藏多久 警察能保护你一辈子吗 别杀我 别杀我呀 少哭哭啼啼 明天上午 你沾到西海公园东门台楼底下 不许带警察 我要是知道你带着警察 一定做了你 你想想 脖子上来个口子 感觉怎么样 他肯定做手脚 查不出来 她是谁呀 我不知道 到现在你还瞒着我们 说 谁 你跟我们抵赖有什么用啊 我们都有银行的录像带 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你跟我们兜圈子有用吗 说 你说呀你 你说呀你 那是 是 是 是白文光 你 你 你不说他死了吗 马端 马端开始吹牛 说他死了 我 可是这个白文光 从大牢里面放出来 就来找马端 就来找马端要钱 马端害怕 就来找我 我不肯收留他 他就求我 马端取钱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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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在一起 姐 说 马端 取了钱 跟他会面 就再也 再也没有回来了 再也没有回来 马端带钱去了吗 带了 带钱去了 带钱去了 马端 马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喂 我哥们 你怎么才来电话 我们等你半天了 喂 这年头做事就得小心点 不出事咱们都是跑的 出了事 谁他妈也跑不了 怎么着 那货你们要什么要 要啊 还算行程 只要是好要 货当然是好货 我那可是有批号 就是这批号的剑谱功 我们可以换批号 行啊小子 录的瘾啊 这么着吧 你们着急要是吧 你们带上现钱 我们得先看看货 你去七货子东口 那看电话的老太太呢 我跟小冰凤子老太太那了 你们要是看好了的话 明天等我电话 带上现钱 咱们一手鞋一手货 今天几点 在约 谢谢 好明天见啊 哎 要了啊 你们干什么的呀 要呢 哎呦干嘛来了 吓我这一大跳 什么要啊 要呢 要 不知道 你们干嘛呀这是 我只认识一个叫什么黄军的 我才能给他呢 我就是 你就是 对 不认识你 我记不清了 给你要的人长什么样 不太清楚 忘了 是他不是 对对对对 就是他 对对对 是他 要给我吧 哎哎哎哎 你怎么干什么的呀 我们拍电影了 找演员呢 拍电影 这个储货就是在八号那天开户的 一存就存了十万块钱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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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识问题的严重性吗 我全都告诉你们 那天 马端接到白文光的电话 吓坏了 说白文光是来讨债的 当初是马端打电话举报了白文光 他说是 当初是他们俩一块抢的钱 马端把白文光给点了 白文光被抓 马端藏起来了 独吻了十万块钱是不是 嗯 钱在哪儿 马端让我放在他的皮包里 后来 马端没拿那笔钱 他说让我替他保管 说先探探 白文光的口风 再说了 十万块钱也不能全给他呀 你知道马端会松明吗 不知道 事后 为什么不报案 我 见钱眼开 这点里边马端倒挺斑白的 他孙芝来了吗 你写都哪儿来了 明天 你去公园 等给你打电话的人 应该怎么做 你好好想想 嗯 再下去 喂 我是买青梅树的 我们正等你电话了 那瓶货你们要不要 要啊 让我们老板跟你说吧 怎么着 那货你想要的话拿钱钱 他们一手钱一手货 你价钱不行啊 你要是真有诚意 往下砍两个数 咱们钱还两庆 喂 你太黑点了吧 这东西来的不那么容易 我就这脾气 没办法吧 北七里庄有个杂货店 春水杂货店 我在那儿等你 好 上午十点以前啊 我时不后 好 北七里庄 就那地方见 嗯 北七里庄是吗 对 让当地分局配合一下 赶紧打个电话 祝福他们 千万别落底 张决犯这小子很小心 别惊了他 太怕了 警察在这儿 你怕什么呀 也知道 那边 起来该走了 你们来了 来了 你在哪呢 让那个买家说话 怎么不露头不露面 门口那车是你们的 光你还监视我们呀 至于吗 哥们儿 你就不怕点雷了 别光磨牙了 到底怎么着 我让人找你去 你们是买清费素的吗 不是 你是谁 我是干活的民工 有人让我们带你过去 走 他们已经进村了 别跟丢了 到了就是这个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是他给我20块钱 让我把你们带到这 等会我们撑吧 那你给钱吧 那我有事 知道吗 是什么事 没有事 是可以 是什么事 这事 你不过来 是什么事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 有人吗 你怎么有枪啊 怕了吧 别闹 别闹了 我是来买药的 拿着枪吓我 还真给我吓着了 这枪是真的吧 废话 老子天马行空 毒来毒啊 你哪那么多话呀 你不是来买药的吗 药看不看 钱哪 是车里 我上车里给你取钱 顺便把药装上 妈的 你少不乱这套 小他妈点我 我要是想点你 警察早把这儿给围了 都这么俩圈子干嘛呀 咱们说咱们也算交往一回 咱们正乎 张学范 狗朋友 我 李大增 杀徐赵 听回哥 things we need to até 你这次的 ğlum 真是 让 我 许多 听你懂 fitted 这是 听大哥 prueba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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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小心 还是被你们给算了啊 张学范 你俩同伙呢 谁啊 崔黄山 坐了 够狠的啊你 怎么了 好马吃毒草 没听说过吧 那两个傻妈 迟早会坏了老子的事情 老子出来行走江湖 绝不可能带着两个雷坠在身边是吧 今天要不是老子手转 你小子也开瓶了 那不是吧 还不服你怎么让我给办了 还不服你怎么让我给办了 帮我 看不出来啊 关键时候身手还可以啊 那是我是一直没放下 关键时候不着链子吗 不着链子 不着链子 那半天再进来 我差点人给冒了 你快就可以了 我把你放下 对 想要来 我来 我来 你快点 你快点 那你快点 是吧 你哪 你快点 那你快点 你快点 那你快点 那你快点 再会等他来了 你们都别动啊 看我的 你对来了 看见了 喂 我会上手机 等那边的公共电话进去 给我打电话 让手机闪不收 嗯 好 对 对不起 就去那边啊 给我打另外一个电话 77608897 嗯 嗯 喂 是我 你的存折带了 带了 把存折放在电话旁边 把密码告诉我 别让警察看见 嗯 密码 790801 快挂电话 跟他们说我要去你们家 快点 跑到警察哪去 你敢跟他们说我一定搁了你 他让我回家 他打来的 他打来的 号码是多少 77608897 存折呢 存折 他让我放在电话亭里了 走 天明 去小米家 干嘛呀 我看出是里队的意思 那要不要给他打电话呀 路上再打吧 那这便衣怎么办 先不错 走吧 他让我们给他打电话 走 一边 我们在这边 一边 打来 站 玩 走 人 说 我给李队打个电话 他怎么那么沉头之气 不会是调红离山吧 本来唱的就是双黄 你们俩留这 我到他那去一下 行 我最后一会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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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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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我还是有人请了 谁说我不来啊 逗你忙的 我今天来就是来买蛋的 来了 知道了要罚你 罚吧 来 给我怎么罚 那我们点什么 你都能买蛋 行 点吧 好 小姐 有鲍鱼吗 对不起 我们这儿没有 嗯 那 那就 来个醋溜白菜吧 好 我们 鱼 黄 鱼